是否可以請你在現場學一下那個女孩子的哭聲給我們大家聽聽看 因為如果你記得很清楚 她本來是學了求仙子的聲音這樣 然後我後來講了以後 她會變好大聲你知道嗎 然後女孩越哭越大聲 才會讓我感覺到我整個人這樣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連褲子都襪子連鞋子都沒穿我就跑了 那所以說這個VCR就是今天我們就把它播出來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現在看看我們這個靈異的V8 宋先生的公司辦了一場公司旅遊 而他們旅行的目的就是太平山 在畫面中宋先生的同事們開心地參與坎坎遊戲 但他們沒有想到靈異鬼影會出現在他們拍攝的V8錄影帶中 他們更沒有想到這快樂團隊中的其中一個人 在遊玩太平山後的一個禮拜 會發生差點奪走他生命的一場意外 宋先生是V8的拍攝者 他那天記得很清楚 坐著上山的小火車 一群同事們開心地談笑著 而這個小火車是沒有窗戶的 投手都可以伸出車外 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 小火車管理處是把靠近火車鐵軌的障礙物都清除乾淨 但是宋先生的V8卻拍攝到一個距離小火車很近 不可能出現卻出現的女人的背影 就是這個背影 他真的是國映影先生 老師你看應該是一個小姐吧 像個小姐的長頭髮捲捲的 然後她側臉的時候 我們有可以看到她 她轉過來看她鼻子了吧 對 看到她鼻子 就轉過來正要看她吧 第一次看像一個樹木 不是 她本來是背對你是不是 她還這樣轉過來嗎 對對對 沒有 轉了一個側面 我現在跟你講 因為我們坐這個碰碰車 它的距離不可能離我那麼近 因為如果離我那麼近的樹還是石頭 你會散開嗎 對 我一定會散 或者是這個會打掉 因為那個碰碰車是大家都可以探頭出去的 對 那你如果說有一個樹木在那邊 會撞到 那你的印象當中 你當初到那個路段的時候 你有感覺到有那個黑黑的嗎 沒有 就是回來之後才發現 你拍的時候也沒有感覺到 沒有 沒感覺到 就是Viva棒出來的時候才有這麼一段 對對對 後來這奇怪 這裡是不應該會有這個東西的 那邊不能走路的 因為她 不能站著走路的 不能 不行 那邊沒有辦法走 懸崖 那是懸崖還怎麼站著 老師這可能是她房間裡面在哭的那個女的 是不是同一個人 剛剛那個是白天耶 不是 老師 不能說一定是那個女的 不過她講的太平山我有經驗過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都是住在宜蘭羅東 那麼呢 在太平山我常常上去玩 不過她講的經驗 我是有雷同的經驗 那我相信她看了可能是靈異的 那剛才那個老師的感應怎麼樣 你覺得那個是 我全身發麻 因為我每次發麻都會從脊椎這邊 從我的腰椎這邊一直到頭頂 所以我感覺對 馬上有感應出來 對 她是一個波浪的捲頭髮 而且是齊長的 齊長到大概在肩膀的下面一點 那她有這樣子微微的側過兩大 對 這樣側過 我們可以看到她的鼻子 那老師為什麼她的形體會這麼的大呢 因為她靠近嘛 她非常的靠近 跟她的V8非常的靠近 所以她拍出來的整個佔了她 所謂的V8的版面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上面 有那種捲髮的感覺 對 就是因為她有捲髮 因為如果是枯樹的話 不可能有這樣捲髮在哪裡 那白天怎麼拍得到呢 是有可能 因為我們肉眼是看不見的 不是每一個人肉眼是看不見的 中 下午吧 下午 下午 對 他們下午幾點鐘 差不多兩點鐘 我們請導播把她畫面再播一次好不好 可不可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觀眾朋友一定要仔細看 那個上面還有捲捲的黑色的頭髮 是到底木頭還是人頭 你起來再看一次 然後我們再確定一下好不好 好 我還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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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宋先生所說的 小火車的鐵軌旁 一些障礙物 全都清除得乾乾淨淨 這表示鐵軌旁 不可能出現任何劇情的枯樹 或是木頭 而且仔細看 這個背影頭部 真的有如一撮雜亂的頭髮 甚至再仔細看 這個頭髮是捲髮 最恐怖的是 宋先生的同事 有人在遊玩太平山之後 發生了一場危急生命的意外事故 好吧 現在你們看清楚了 像不像 好可怕 有點像人的頭髮 對 沒錯 而且他也微微地這樣 側過臉 看到他的臉 老師這些恐怖 還說跟我一樣 懲罰喔 那你們回來以後 就是你們的這個 同伴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你有沒有發生過關係 我是沒有 但是我的意氣 不是很好 變差了 但是我們工廠裡面 有一個 大概17歲的小孩 他讀高藝 我記得他寫了高和三 然後 他有一次回家 就是在這一個半 有啊有啊 這裡一半 他回家的時候 經過松山火之戰 他超捷徑路 結果 那個電筒 是在很高的 那個電 電上面 他超捷徑的時候 那天突然就 吸上去 吸到什麼上面 電筒 什麼是電筒 高壓電 高壓電 對 電箱 這麼高的距離 把它吸上去 然後 啪 電電電電電電 然後電了很久 然後掉下來 我可怕 昏迷了一個多小時 他醒了 他痛 還有叫救 叫救命 人家才發現他 他從 活著嗎 他現在活著 不過行動很慢 開到從這邊 開到這裡 這邊這邊 腦袋也開 腳也開 紅了幾百針啊 因為 所以 一直借太平山的 對 我在前面也拍到他 電線桿的電筒會吸人 那以後誰敢從電線桿裡 走過去啊 對啊 他那個是 因為他那個是總站嘛 你 你應該照 照正常要走直的 他覺得 想要超捷徑 就這樣插著 插著走 被吸上去 你應該像有人去深山 這也真的是個壞事喔 對啊 不過因為人的血液裡面 有電離子 所以跟這個 這個靜電 陽極會相吸 這會抵觸 是絕對的 所以在科學 科學的理論來講 他還有可能 是被吸上去的 因為呢 電箱來講的話 一百伏特 一百一十伏特 跟二百二十伏特 是完全不陽的電極 所以我們人的血液裡面 他流的是電離子 所以有可能是這種 不過這是 從底下走過 都被吸上去 這是很可怕的字 好啦 我們聽了這個不可思議 接著下來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靈異 不同的靈異 是來自日本的恐怖 是的 我們今天晚上要推出了 這個東洋的這個靈異檔案 這個雖然是第二次 對 但是在這集故事裡面呢 我們要來跟你們大家介紹 在東京有一個叫季子小姐 她是住在這個大城市裡面 她原本以為這個城市當中 是不可能鬧鬼 而且她這一輩子 都沒有想到會鬧鬼的這個事情 但她跟她的丈夫 就是她未來的丈夫 要結婚 互上禮堂那一天呢 卻出現了一個鬼新娘出來 跟她一起來搶老公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到底是誰搶到這個的新郎呢 東洋靈異檔案在日本是當地最受歡迎的靈異節目之一 在節目中主持人艾川親也 會請日本各個階層的人來節目中現身說法 他們所發生過的真實鬼故事 最精彩的是他們還會挑出一些好聽的故事 用更驚悚的細菌方式呈現出來 他們在身邊的男生 他們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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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えなーって舌出してペロペロって あの三条を食べたそうに言ったんです それで撒滅消えたさて今日最初の話はある 30歳の奥様からおいただいたものですけど 華やかな結婚式ね結婚式の広縁の あの 綺麗なあの席で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が持ち上がってしまう 是这样的体验 那么 您看下来 待会儿 鬼新娘即将重返人间 一场女儿医疗至死的官司纠纷 引发作父亲的向阎王爷告阴状 天网会是楼兰公主 待会儿要派你一起来打这场阴阳双高的灵异官司